謝謝今天的主獎 也謝謝大家 真的一口茶的世界真的非常的寬廣 但我們用了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談的非常非常的多 也謝謝萊姆的參與 那我們今天的台灣茶地 跟我們到這裡結束 但是我們要仰望下一次 所以我們現在要請林健先生 為我們介紹下一次書目 林健先生 各位來賓 各位各位團長好 好 我們常常去像偏遠的部落小學去 甚至說故事 一樣有很多小朋友說 這真的嗎 這真的嗎 旁邊就有一個大哥說 高英才說 別問了 這是故事 有些人分辨出是真實 有些人分辨出是虛構 有些人理解 那在小說就是很多的真實與虛構 我們看那個布袋戲 它前面都有三個字 就是時中虛 它很顯 所以他意思說 這個實際中有虛構 有些人分辨出 或者是這邊很難念 就是虛構中有真實 那在熊哲的小說中 他提到一個 他說 他說這個 戲不鬼 所以我們在這個戲劇界 有句話說 這個戲如果不夠 就是神鬼臭 因為這個戲中下 你就說一些鬼話 說一些神話 那麼就讓那個戲劇 你會走下去 你最後就是 收尾就是 謝天謝地謝鬼臭 就結束了 那這個熊哲 他出一本書叫做 這個小說客 折磨讀者秘密 它是在歸道上連載 很顯然它是利用的 36篇小說 然後說了 有36種以上的小說技巧 那我們會問說 我們並不創作 我們讀這本書幹什麼呢 其實每一個讀書 就是一個創作 因為我們讀書 說的 我們讀的不是說 這本故事 裡面的故事 情節 人物 或者是說 它裡面的對話跟情 這些東西 而是說 當我們讀完故事以後 如果我們讀完一本書的期間以後 我們會 從文學中 去對照會 觀察自己 現實設計 會發展出我們深層的 或是一個更全新的感受 所以就是一個在創作 因此 如果我們願意來讀這本書的話 我們就可以 在讀小說的過程 就會有新的感受 新的詮釋 特殊再次創作 我覺得這意思是蠻好的 當然我們必須要 長期去讀什麼 我們不讀書 我們在讀小說 不只讀故事和情節 而是說 我們再有一種 那種再創作的感覺的時候 就是我們靠著閱讀 我們會激發我們的創造 一個想像 你如果你有創造 一個想像 你讀什麼書 那就有一個 有一個詮釋的這種 找到自我融洞 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 因此 我覺得這本書是 我們幾乎探索 那在9月25號 我們邀請到 這個徐文哲先生 他是 這本書是 在9月15號才出版 他也是 出版以後 第一個 被邀請到 吳徐來演講 這是第一場 所以我相信這個是 對方來說也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 關鍵一場演講 他也很高興 我們也歡迎各位 暫時令你們等會來 一起來聽作者來說 他自己的故事 謝謝各位